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蛮好用的股票筛损网站 这个网站的名字叫做Market in Oud 它有免费版和互费版 免费版呢,它只会出了三个结果 当然呢,付费版的话,你就能无限的去用 但是,你如果想参加付费的计划呢 你最小要参加半年的六个月 大概就是149块美元 那我觉得这个价位是挺划算的 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用法吧 首先,它在左边有很多不同的筛选方法 通常呢,呃,我用的时候呢 我会先挑一个自己会看的交易市场 一般呢,我会看港股和美股这方面的 如果在阿扎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说在日本 你对你对其他的投资市场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用用卡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就是根据不同的股票的那个上市价值去挑选 这有,这个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业分类 比如说,啊,我突然间觉得 铜,铜价会不错 那你就自己挑一个 然后这个,带到你的quiterium里面 就是你这个选股条件 不过,就片位的最后的时候 我会做一次让大家看一下 整个筛选过程是怎样 我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就从这个价位的一些 去选,比如说你想 对一些大市值的股票 可能10块或者20块 或者说你要 某个价位之内的股 股票你去,你会别有兴趣的 你也会让你挑选 当然呢,这个是打个组合嘛 当一个赛选条件 可能不能满足你,所以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 方法让你去用 从这个Universe 到这个Priest Performance 这一堆呢 都是属于技术分析型的 都是比较适合 以技术分析去挑选股票的 投资者用的 而下面这堆 Basic Fundamentals 到Dividend 都是用一些公司的财务数据去挑选的 当然呢,你可以把这些 全部混合起来用也可以的 这个都是均线 均线,那均线也有分好几种 它的指标中的非常的多 你看 就是这样,就是差不多有520个 这个 这个是在非常非常多 多到我很多我都 不太了解 可能有些人会爱用这个 有些人爱用那个 所有的 呃,大部分的人 都应该能走 找到它想用的 技术指标的 这个就是,呃,比较倾向于 阴阳族方面去寻找的 这连交易量都分分得很几次 这个 网站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的客服回应非常的快 之前呢,我想用这个 技术指标叫做KDJ去 呃 帮助我去筛选一些股票嘛 但是这里刚好没有 然后呢,我就跟客服 反映这个问题 然后 他们真的很快 大概一个星期呢 他就把这个KDJ这个 呃,指标都弄出来了 所以很好用 好,那我都示范一下 呃,大概怎么整个流行是怎样嘛 首先我一般都会找一个 呃,我比较长看的交易市场嘛 都说港股吧 比如说就是香港的 那我点这个Equity 呃,然后呢 我会找一个价位比较大的吧 我喜欢 大价股 十块以上吧 然后就找有Trap Patterns 这个是阴阳族嘛 就是 有很多这个,这个就是 不同类型 但是,但因为它是英文没有中文嘛 所以有时候 比较不习惯,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 那如果想买 早些会涨的 就在这里找 Bullish 就是Bearish 那我们今天就找这个吧 Dawg 十字星 然后再Add 当你找好了 你想要的一些股票条件嘛 然后你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 可以说叫做D.O.J.R.A.W.吧 然后你就可以按这个One Screen 它就会出来一些结果 然后呢,它也有一些叫做Bad Pace Screen 那这个呢,就是 测试你的选股条件的回报率 但是我觉得这个 呃,不太准确 好,那我们按一下One Screen 那都会出来一堆股票吧 那我们会从这里找 排列 排列 骑士 就从Volume开始吧 就是那个交易量 OK 那你可还可以点它一下 它就会出来一个图形出来了 但是它这个图形比较简单 就是它的缺点 它没有什么 呃 均线啊 也没有什么 呃 保利加通道啊 都没有 就是比较简单的什么阴阳族啊 RSI啊 和MACD 其实还不太不太够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看图的话 可能还需要其他的网站去看一下 或者其他的网站去看一下 或者其他的网站去看会比较好 然后你筛选完之后呢 你再从其他的网站去看一下它的整个图表去去去去去去挑选 除了股票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叫做外汇 Current screen呢 那它的挑选条件都差不多 但是都没有那些fundamental的方面可以给你选 它还有叫做trade alert 就是它会提示 提示一般我觉得呃 没很好用 因为它觉得时间还有时间差 总之而伦嘛 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筛选区的话 我觉得它比大部分市面上的好用 所以我蛮推荐大家试试看的 上面有个链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下去体验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次的介绍 请点赞订阅和转化 谢谢大家